前一乡建国路又发生了一起外送员的车祸事故 疑似因为视线的失效 一辆沙士车行进巷口准备左转的时候 突然遭到对象执行的外送机车迎面撞上 歧视是当场弹飞倒地 强大的撞击力 连沙士车的前保险杆都被撞凹了 所幸歧视送医之后并没有生命危险 轿车停在网状线后停等红灯 直见左侧沙士车打往方向灯转了进来 下一秒就被执行的外送机车一面撞上 歧视当场弹飞倒地 外送机车车壳破裂多处擦伤倒卧在地 保温箱内的餐点也遭殃 瞬间强大的撞击力 更是把沙士车保险杆撞凹了一大块 那陈信男子驾驶营业义影车 沿着建国路一段 西往东的方向来执行 欲左转建国路350项 那将信男子骑乘普通重机 沿着建国路一段东往西来执行 两车与建国路350项口发生了差状 造成江南身体差错伤送医救治 那双方的九次二指结为零 这惊鲜场面就发生在八号下午两点半左右 吉安建国路上一辆沙士车行经巷口 准备左弯时 疑是因为有视线死角 突然遭到对象执行的外送机车一面撞上 所幸骑士在松医后并没有生命危险 记者徐立青捷安箱报导